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击小林咕咕叫 平时发出的声音没有开光当天 来得清理 动物学者表示 攻击的舌头构造 没有办法模仿人类声音 有可能是瞬间受到惊吓 发出的声音音频 跟人类中文单词不要很像 才会被误以为是在求饶 而这样的巧合 也让攻击小林 免于被烹煮成餐桌佳肴 幸运逃过一劫 等我自己红薯薯送沛在高雄报道